今天是我的第五间房 现在在等都更 田门紧闭这户位在信义区的大楼 被列为围楼就等都更 林小姐两年前趁低价买下其中一户 因为累积持有超过三间房 这回屯房心智也打到它 因为我有五间嘛 台北市两间新北市三间 那势必我两间就一定会刻到最高的税率 根据心智中的全国总归户 林小姐因为持有五间房 已经超过门槛 依照新规第四间和第五间 税率得调高 再按照房屋公告限制 把最低两间的台北房子 拿来颗囤房税 房屋税率从原本的1.2% 可能上调到2.4%到4.8%之间 最高多缴三倍房屋税 政府打炒房推心智 不止打囤房大户 还打到这类人 铺天盖地盖新房 但要是卖不掉 再拿到使兆的两年后 还有渔屋 建商也得跟着客中税 可能从原本最高上限 百分之三点六 调升到百分之四点八 多了百分之一点二 一千万的情况 差一点二%的话 差一点二% 大概一个月 差差不多在一万块 我们在商严商 最终还是会回到 反映在售价上 最后接受的还是消费者 建商坦爷持有成本增加 到时候还是会反映在售价上 同样要是房东 若在这一波囤房心智中 被多克税 可能也会借机涨房租 羊毛出在羊身上 政府打炒房 签一发供给需求两端 跟着边 新新闻为了听李风词 采访不到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吹奈美 姿程 季度 门 亍 冬 冬